花蓮市公所获得行政院核定花冬基金2800万元 办理花蓮市油气场新设计改善计划 预计将在大本运动公园 长颈鹿公园和国富十街公园 分别进行设施设备改善 以及新增交通主题和宠物友善园区等设施 而日前市长卫嘉燕也会同市民代表会 共同的前往会刊 希望能够满足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 花蓮市为足以改善公共的油气空间 在花蓮市公园串租营造计划2.0之后 这次再获行政院核定花冬基金2800万元 办理花蓮市油气场新设及改善计划 将要用来改善大本运动公园 长颈鹿公园和国富十街公园等三处公园环境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长颈鹿的公园 那在前方我们也会增设一些油具 那也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再来就是我们国富十街的一个公园 我们在整个公园内外部的一个人行道 我们会一起炒坯 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善 那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那个新增的 我们大本的一个公园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包括我们儿童的交通公园 让孩子们能够在大本公园里面 体验到一个交通的一个油具 那以及交通的道路的号制等等 那让孩子们可以了解到 不管是斑马县或是红绿灯都要相当的提早 让他们多认识整个道路的一个安全 那再来就是宠物公园的这个部分 那也期盼我们在大本这个地方 能够新建非常棒的一个 有乐一个油气的一个地方 日前市长卫家燕也会同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及多位代表共同前往长颈鹿公园进行会刊 了解改善方向也为安全和耐用性做好把关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华联市公所能针对 包括一些相关的游乐设施 能了解一些相关的素材是否安全 那保障我们小孩子在玩乐的时候 也有获得最大的保障 卫家燕表示 华联市对亲子特色公园的需求日益见证 每逢假日都能在各个特色公园看见满满人潮 期间也听到家长的心声 而华联市公所也将掺着相关建议 作为未来改善的方向 希望能为更多的大小朋友 打造安全有趣的公园休息环境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